生命旋律 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制作 留期篇稿 临斌主持 断言曲 那天 敏儿收拾了几件衣服 和一些日用品 一句话都没留下 就搬了出来 她坐在酒店间房 那张梳化上面 定了眼看着窗 当时外面横风横雨 那些雨就 叽咯叽咯打到玻璃那里 不过敏儿的脑子里面 只得一片空白 她什么都看不到 也都听不到 这两天所发生的事 实在太突然了 搞得她不知所措 在前两天吃完饭之后 智林说想和她出去散步 当时敏儿觉得有点不妥 因为两夫妇结婚25年 智林从来都没有叫她 一起出去走走 就在他们出了门口 都不够几分钟 智林就和她这么说 敏儿 我对你不住 我在外面认识了个女人 她有了我的骨肉 快要生了 所以 所以我想接她回家一起住 敏儿 敏儿简直就不敢相信自己对异 25年的婚姻生活 到头来就得到这样的收场 敏儿的脑子好像触电一样 她觉得智林的声音既遥远又陌生 她所说的说话 就好像一把刀腰到自己的心那里 她开始呼不住气 她觉得很辛苦 这个事实她没有办法接受 敏儿终于搬了出来 她回忆起以前拍拖那段日子 海誓山盟 只能向她求婚 说一生一世都要照顾她 谁知 这个她以为可以托付终身的人 竟然背着自己令结身欢 敏儿依然坐在梭化上面 她随手拿起旁边的一本圣经 她的脑子有一个反应 只有一个问号 就是 为什么 为什么会这样的呢 到底她和智林出了什么问题呢 结婚25年 他们攜手开创两个人的事业 为什么事业可以这么成功 但是爱情就会变了质的呢 敏儿和智林在结婚之前是同事 他们一起在一间美术顾问公司那里做设计的 由于智翠相投 两个人很快就拍起拖利 而行了四年之后 他们两个就决定结婚了 青年人都有一些理想 在结婚之后 他们两个就决定出来闯一番事业 自己开自己的美术设计公司 跟人包一些工程回来做 当时收入都算不错 日子也都过得很开心 过了几年 文杰出世了 敏儿觉得她最重要的责任就是上夫教子 所以她停了设计的工作 专心回家去找文杰 因为敏儿她持家有述 所以智林可以专心在外面发展她的事业 而生意也都越做越大 有一年 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下 敏儿和智林 他们带着文杰一起去参加一间教会的圣诞音乐崇拜 敏儿虽然自小就在教会学校读书 他们的婚礼也都在教会里面举行 但是就因为日忙夜忙 所以一直都没有机会去教会 那一晚 神将她沉睡了很多年的熟灵生命叫醒了 她开始渴求神的话语 于是乎每个星期日都在教会做崇拜 反正文杰都开始大 带她回去教会上主日学 让她在教会里面成长 无论如何都是一件好事 本来一家人 星期日能够一起去教会聚集是很好的 只可惜智林对宗教一点兴趣都没有 所以到了礼拜日 敏儿和文杰 就回教会 而智林就找了她的朋友去打球 去尋刺激 两夫妇渐渐渐就开始有距离 于是这又过了很多年 敏儿真的大过儿了 再不用妈妈理他了 所以敏儿也都再次回出来做设计的工作 有一次 敏儿根据一个客户的要求 设计了一些深型的贴纸 而当制成品推出市场之后 都不知道多受欢迎 很快就卖清光 既然这个设计这么抢手 在拿到版权之后 敏儿和智林就乘性追击 把这个产品大量轻销 这种贴纸 大人和小孩都很喜欢 谁人都买 帮他们公司赚了不少钱 由于公司发展得很快 在几年间 他们由一家十几个人的小公司 发展成几百人的小企业 因为那个设计是敏儿做出来的 顺理成章 他就成为这间公司的代表 成为这间公司的中心人物 所以一切的事务都由他来决定 久而久之 他已经忘记了 他就是智林那位持家有朔的太太 在智林背后支持他的那个女人 事前上后 敏儿忍不住反复地问自己 究竟是谁错呢 究竟谁才是受害者呢 智林离开了自己 那事业成功又有什么用呢 想到这里 敏儿他觉得自己很无用 很无助 他站起身 走到窗口那里 外边依然下着很大雨 他翻开手上那本圣经 突然间 有一节经文浮现在他的眼前 是马太福音的十六章二十六节 人若赞得全世界 赔上自己的生命 有什么益处呢 人患能拿什么换生命呢 这个是不是就是自己的写照呢 敏儿的眼泪再忍不住了 他抱着一本圣经 好大声地哭出来 他为自己的过去感到伤心难过 他伤心失去了 和他结婚二十五年的丈夫 而更加伤心的就是 在过去的这一段日子 他忘记了天上的父 神赐给他一个又一个的机会 神借着那些色彩缤纷又可爱的贴纸 将他的事业带到一个高峰那里 神赐给他欢乐 一个活潑可爱的文杰 但是自己有没有珍惜这一切呢 在享受成果的时候 他对神又有什么承诺呢 想到这一度 敏儿他跪了下来 他冲心向神祷告 天父 我知错了 从今以后 你在我的心里面 永远都是居于守卫 在经历过感情的伤痛之后 敏儿他重新振作起来 他坚守那晚向神所许下的诺言 在教会里头 他是一个热心的会友 在日常的生活当中 灵修和祷告 已经成为他每一日不可缺少的习惯 在每一朝他踏入公司之前 他一定做一个很简单的祷告 求神与他同在 在所有的决策上 事无大小 都以神的心意为依归 在他办公室和会议室的墙上 他分别挂了一对木黑的心 而表示 他的心和神的心是互相连结的 虽然敏儿还是那么脆弱 那么容易受伤害 但是神就用他无尽的爱 去修补这一伙受伤的心 将他好好地保护在自己的爱心里 祝福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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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敏儿的遭遇 在我们的心去认识这位创造我们生命的主 那么我们的年日只会去到 只是毫无意义 最后 我希望大家和我一起中读 针言书八章十四至二十一节的经文 作为我们互相的鼓励 我有谋略和真知识 我乃聪明 我有能力 帝王值我助国位 君王值我定公平 王子和首领 世上一切的审判官 都是值我掌权 爱我的 我也爱他 恳似尋求我的 必尋得见 丰富尊荣在我 恒狗的财并公义也在我 我的果实胜过黄金 强如精金 我的出产超负高银 我在公义的道上走 在公平的路中行 使爱我的胜收货财 并充满他们的苦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让我将开眼睛 仍望你念上荣光 主 预约我今天会失明 仍望见你救人的盼望 主 让我轻轻唱唱 仍赞声快乐高歌 如若我今天开始唱不到 唯有你听我心徒告 耶稣 耶稣 你必不撇下我 每日有你在旁 我有勇气面对苦错 耶稣 耶稣 求你与我同在 你将你赶安慰我 主 让我将开眼睛 仍望你念上荣光 主 预约我今天会失明 仍望见你救人的盼望 主 让我轻轻唱唱 仍赞声快乐高歌 如若我今天开始唱不到 唯有你听我心徒告 我听我心徒告 你忍赞声快乐高歌 如若我等你 你听我心徒告 如若我你听我心徒告 如果应赞声快乐高歌 如若我天意免徒告 感谢观看